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照顾在内地新来港的人士 以及照顾少数族裔人士 以及一些弱势社群的需要 这方面他们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 成绩也很好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服务的中心 也都照顾到少数族裔人士的不同的需要 这个是多谢他们的 在刚才和不同少数族裔的代表 是会有包括来自不同的背景 他们就是很清晰地告诉我 少数族裔在他们自己的 例如文化宗教方面 是有他们的一些独特的需要 是要经过沟通 和其他的香港人士更加了解 从而大家可以一起生活得更加融洽 大家可以互相追求梦想 会帮助他们很多 在交流的期间 他们表达给我听 他们每一个族裔的一些想法和需要 我的强调就是 沟通和共同去解决问题 就是我的施政理念 我的施政理念强调了 我们在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时候 还是要以真正的成果为归的 刚才我所向不同的人士表达的 都是这个理念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